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每日頭條 我是薛然 今天是美東時間10月2號 星期一 這期新聞的主要內容有 中共國企成立武裝部 當局盯上現金交易 押韻會突發事故 裁判被鏈球砸中 腿部骨折 柯索沃緊張局勢加劇 北約部署600英軍 盟友增援 還是先提醒您記得幫助點贊和訂閱希望之聲的頻道 這樣就不會錯過每天的最新消息 來看詳細內容 在開始今天的節目之前 先問您一個問題 您是如何選擇網路服務供應商的呢? 其實很多人是沒得選擇 因為大多數地方只有一家或者兩家網路服務供應商 這些供應商在他們所服務的地區幾乎形成了壟斷 你只能接受他們的規則 任由他們限制流量 限制串流速度 更糟糕的是 您的網路服務供應商 可以看到您的所有流覽活動 他們都知道您訪問的所有網站 還有在這些網站上花費的時間 上網的頻率等等 而在美國 法律是允許網路供應商 出售您的個人資訊給廣告商的 而在其他一些國家 政府甚至可以強迫網路供應商 交出您的個人信息 對您進行監控 在這裡 我們向您推薦Express VPN 它可以阻止您的網路供應商的所有操作 還可以100%的加密您的數據 並且把流量重新導向到安全的服務器上 這樣任何人就都無法窺探您的個人資訊和網路活動 如果您不希望網路供應商完全控制您的互聯網使用情況的話 只需要點擊一個按鈕 就可以連接到Express VPN 還可以輕鬆的更改國家區域 用最實惠的價格 保障您能夠自由上網 現在購買的話還有優惠 只要點擊描述欄的鏈接 3w.expressvpn.com-sohtv 點擊就可以免費獲得額外三個月的Express VPN的保護 2日 世界銀行警告中國繼續擴大房地產危機 可能會波及亞太地區的其他國家 業內人士爆料 中共開始對現金下手 只要你動用大筆的資金 稅務局就會查你 而中共國有企業成立武裝部 疑似是為解決將來大面積欠薪引起的暴動做準備 世界銀行下調了中國2024年的經濟增長預測 並指出 中國過去的經濟增長 主要是由基礎設施和房地產投資驅動的 這使企業和地方政府背上了沉重的債務負擔 而供過於求的住房又降低了房地產的價格 加上人口老齡化 讓消費者信心喪失 而中國經濟增長每減少1% 東亞和太平洋地區的經濟增長就會減少0.3% 臺灣東華大學新經濟政策研究中心的主任 陳松興認為 儘管中國面臨困境 但世界銀行認為 東南亞仍然有亮點 全球通脹有望緩解 陳松興表示 因為中國原來是世界的工廠 如果中國經濟陷入成長遲緩的現象 它對全球原物料的需求就會大幅的降低 等於是減輕了全球通貨膨脹的壓力 中國人民銀行對於人民幣的貶值的引導 近日 微博帳號厚道認為 各個平臺公司都在出售手中的房子 防止國有資產出現貶值 但中國現在住房接近30億套 供大於求 老百姓這個韭菜割不動了 經濟不好 就業不好 房子自然沒人買 而救房事是救他們自己 到底誰在炒房 一目了然 推特帳號羅祥認為 這是大崩潰的開始 在1號 微博帳號今天才知道說 中共國防部宣布 已經有23家國有企業設立武裝部 質疑他們的作用是什麼 為什麼現在設 而原來沒有 有人認為 防範陳盛武廣 並培訓輸送後備軍 但有人認為 這些武裝部多數都是當地勢力 將來共產黨內亂可能會反噬共產黨 9月28日傳出上海城投成立武裝部 時評人張天亮認為 城投作為中國最大的債務主體 總體負債大概都有65萬億 相當於中國GDP的大概6、70%的樣子 當一連串的房地產爆雷之後 討債者就會接踵而至 成立城投武裝部的目的 就是為了對付討債人的 9月29日 雲南楚雄師範學院舉行軍訓會演 內容是由一組大學生扮演討薪農民工 高舉欠薪還錢的牌子 與另一組扮演維穩武警的大學生進行對抗 最終武警方鎮成功地將討薪農民工扭送出場 網友說 今天的排練就是明天的自己 因為這在民間引起了極大的反感 目前這個視頻已經在微博上被刪除 張天亮認為 這是告訴學生 討債就只能面臨著被鎮壓的局面 也點出了目前最可能發生的危機 它可能會遍布銀行、市政府大樓、投資公司、廠家等很多地方 都有可能會有人討債 這就需要鎮壓 從城投公司設立武裝部就知道 中國的房地產確實是非常危險 已經到了需要武裝保護的程度了 除此之外 中國資深稅務諮詢師蘇菲發視頻說 錢現在不是你想花就花的出去的 平白無故多一百萬 你放銀行 稅銀聯網 人家知道你錢多了 上沒上稅 你說買車 公安也是聯網的 第二個月稅務局就來問你 買車的錢怎麼來的 你說找你大哥借的錢 會讓你簽個字 人家把這個證明材料拿走 然後你大哥也得說明一百萬的來歷 也就是說 所有人今後這種大資金管理 全員所有的錢都在銀行和稅務的管控範圍 杭州亞運會比賽現場發生了一起嚴重事故 在田徑男子鏈球決賽當中 一位中國裁判被高速飛過的鏈球砸中 導致右腿骨折 據瞭解 62歲的競賽部國內技術官員裁判黃秦華 9月30日在鏈球比賽區仲裁 被卡塔爾選手爭冠人選之一的藏卡維投掷的鏈球砸傷 重量7.26公斤的鏈球在飛行當中擊中了裁判的右腿前方正中位置 導致右腿當場流血 褲腿被砸破 根據亞運醫療衛生指揮中心官方的通報 這次事故造成黃秦華右側下直徑肥骨開放性骨折 住院期間生命體征平穩 對此 瞭解傷情狀況的中國網友評論說 這個骨折情況可能挺嚴重的 既然說是開放性骨折 就是骨頭把肉刺穿了 評論指出 這一事故能夠發生有可能是因為場地設施有問題 微博公眾評論人士呂陽先生表示 想不到會發生這種事 其實裁判的位置非常安全 隔著一道防護網 看過視頻 裁判是坐在鏈球保護網後面的 很難想像這是怎麼被擊中的 這說明這個網是有安全漏洞的 難道保護網下面不是所死的 鏈球從保護網下面飛出去了 微博網友評論說 亞運會的鏈球裁判 這是冒著生命危險在工作 危險項目主辦方沒有做好安全措施 以後鏈球裁判比賽前要買保險嗎 也有的網友調侃說 萬幸的是鏈球 不是標槍 也幸好只是砸中了腿 沒有生命危險 還有的人評論說 頭一次聽說 太滑稽了 這麼大的賽事 出這麼低階的錯誤 安全措施不到位就敢比賽 周邊人的生死全靠運氣嗎 科索沃在上週因為武裝衝突出現了局勢緊張 北約在10月1日再度呼籲雙方冷靜 並表示 將在科索沃部署大約600名英國軍人 以加強北約在當地的軍力 三名塞爾維亞槍手9月24日在班尼斯卡附近伏擊了巡邏警員 之後退守到一處東正教的修道院內 與科索沃的警方交過幾個小時後身亡 這是科索沃近年最嚴重的局勢升溫事件之一 北約在1日再度呼籲冷靜 並要求塞爾維亞和科索沃儘快恢復對話 因為這是實現長久和平的唯一之道 北約發言人懷特表示 部署軍人的決定 是在9月24日 科索沃警察遭遇暴力攻擊 和區域緊張態勢升高之後做出的 他還表示 英國派遣大約200名軍人 加入已經在科索沃的400人英國特遣隊 這些英軍是由預備役部隊組成 其他的盟國隨後也將增援 9月29日 白宮國家安全會議發言人科比警告表示 我們正在密切關注大批的塞爾維亞軍隊 沿著與科索沃接壤的邊界部署的狀況 包括前所未見的部署先進塞爾維亞火炮、戰車 與機械化步兵部隊 我們認為這是嚴重破壞穩定的發展 科比還表示 9月24日的攻擊手法高度的精密複雜 涉及大量的人力、車輛、設備與訓練 看起來不像只是一群人聚集起來犯案 他還表示 我們呼籲塞爾維亞從邊界撤軍 目前還不清楚塞爾維亞集結部隊的用意 但這樣的發展令人擔憂 據維基百科的介紹 科索沃位於歐洲東南部的巴爾甘半島 在2008年單方面宣布獨立 塞爾維亞雖然承認它的民選政府 但只承認這個地區是塞爾維亞的兩個自治省之一 並不承認科索沃獨立 10月2日 美國新聞週刊報導說 新的分析表明 由於中共的出口戰略 烏克蘭戰場上無人機和零件的供應受到了負面影響 長期以來 中共實施低價傾銷的戰略 佔據國際無人機市場 同時擠壓成本造價更高的國際製造商 最終在某些市場零件領域實現壟斷 同時無人機已經成為了烏克蘭戰爭的決定性因素 俄烏雙方都在戰場上廣泛地部署商業和民用無人機 英國智庫王家聯合軍總研究所的分析顯示 幾乎每個月估計損失1萬架無人機 然而由於中共位於無人機供應鏈的中間環節 當局佔據商用無人機產業以及零件供應的大部分市場份額 媒體指出 中共政府正在利用這部分的能力 幫助俄國在戰爭中的供應 7月份 中國對某些類型的無人機和設備實施了出口管制 並於9月1日生效 這限制了烏克蘭獲取某些出口零件 同時英國媒體報導說 中共一直在協助俄軍供應無人機 晶片和其他關鍵的作戰零件 給烏克蘭帶來了障礙 《泰晤士報》報導指出 今年1月份到6月份期間 俄國從中國公司獲得了價值1450萬美元的無人機 而烏克蘭的交易額為20萬美元 幾家烏克蘭無人機公司和飛行員告訴媒體 中國公司已經停止供應零件 烏克蘭人正在尋找替代來源 烏克蘭勝利無人機計畫負責人 柏林斯卡也表示 中方切斷了組建供應 我們必須重塑越來越複雜的供應鏈 贏得戰爭已經成為一場技術馬拉松 《紐約時報》指出 烏克蘭的戰鬥比人類歷史上的任何衝突 更加依賴無人機 而廉價的無人機產業設備製造商在中國 為了應對這種情況 烏克蘭撥款10億美元用於支持無人機 新創公司和其他無人機採購工作的計畫 並且從歐洲中間商獲得戰備 同時烏克蘭工人正在加班組裝盡可能多的無人機 用於偵查 投掷炸彈和用作導引導彈 另一方面 業界也指出 中國無人機的隱私安全問題也需要得到關注 大疆產品之前被爆出追蹤無人機的位置 甚至能夠找到遠端無人機控制者的位置的醜聞 這迫使公司整改功能 並且發布對戰區禁售的指令 在烏克蘭供應受限的同時 大量的廉價中國造無人機流向了俄國市場 俄國媒體衛星通訊社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 在限制向烏克蘭供應無人機設備的同時 自戰爭開始以來 中共一直向未居民的俄國飛行器機隊供應零件 比重佔據克里姆寧宮武裝部隊 採購零件比例的67% 在關鍵零件方面 俄國85%到90%的零件都是來自於中國公司 上週 美國商務部將11家新的中國公司列入了黑名單 原因是他們協助莫斯科和伊朗取得無人機技術 美國方面表示 將會對協助俄軍無人機供應 和其他關鍵技術的中國公司實施進一步制裁 10月2日 綜合資訊顯示 至少有7名中國藝術界知名人士在最近2個月內離世 這些人都曾參與創作或出演為中共歌功頌德的紅片或戲劇 公開資料顯示 89歲的電影表演藝術家達琦 9月28日在摩爾本離世 去世的原因是心臟衰竭 他生前曾擔任中國電影家協會理事長 參與多部紅色電影 其中包括《英雄兒女》、《車輪滾滾》、《語島怒潮》及《紅昌》 9月21日 作曲家中國音樂學院作曲系的原戲主任 博士生導師師萬春 因病醫治無效離世 他曾參與創作大量中共所謂的主旋律音樂 包括巴黎舞劇《紅色娘子軍》第三場 電影《開國大典》的配樂等等 8月19日 上海平壇團一級演員、藝術指導余洪先 因病在上海華山醫院離世 余洪先曾擔任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 第八、九、十屆上海市政協委員常委 中國曲一家協會副主席等職務 獲得國務院特殊津貼 曾經談唱包括黨的女兒、紅眉讚等平壇 首唱《毛澤東詩詞》、《蝶戀花》、《打理書衣》 獲中共高層周恩來、劉少奇和陳雲等人旁聽 8月18日 上海懷劇團國家一級演員何雙林因病醫治無效 在上海遠大新胸醫院離世 他生前擔任中國戲劇家協會離世 曾在中共紅色懷劇作品《焦育錄》中飾演焦育錄 《撿梅渣》當中飾演李海舟 8月4日 中國國家話劇院國家一級演員朱昌民 在北京清華長庚醫院因病離世 生前曾飾演《白毛女》當中的大春 《赤竹瓶》當中的毛澤東等角色 獲得中共政府機構的各類褒獎 演藝界的名人中國鐵路文工團說唱團團長劉濟 在8月透露 相聲名家 曲藝作家嚴岳明患病離世 1990年 嚴岳明被調到中共中央電視臺策劃組 策劃許多節目 其中就包括粉飾所謂新農村生活的鄉村大世界 嚴岳明生前曾多次登上中共春晚的舞臺 參演《群口相聲》 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原主任司徒趙敦 8月31日在北京因病去世 生前曾創作《我國的人民代表大會》等紅色作品 被稱為中國記錄片之父 大紀元指出 司徒趙敦生前曾高調討論身為中共黨員的作為 他說 既然入了黨就要隨時準備付出 一旦黨需要你做什麼 多危險的事你都要做 以上就是這期的每日頭條了 如果您喜歡今天節目的話 請別忘記幫助我們點贊 訂閱 還有轉發 也可以使用特別感謝功能來支持我們 感謝您的支持與收看 明天節目再見 謝謝… 我將會 Video Dit 為首 필요有一個人的意義 我是帝福福東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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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